来看最近天气实在太热 加上午后对流旺盛 使得南头降下了像是拇指一样大小的冰雹 还有小货车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大雨跟冰雹 下到失控打滑 最后撞上了一旁的电线杆 虽然货车的挡风玻璃全都碎裂 车头也半毁 但好在驾驶送衣之后已经没有大碍 卡在里面哦 对 那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拉出来已经送去了 小货车车主被突如其来的冰雹吓了好大一跳 整个方向盘失控打滑完全无法控制 不仅车头全灰挡风玻璃被砸成支出网状 板筋根本就撑不住坑坑巴巴 巨大撞击连车门都变形 拼拼砰砰的惊人的大雷雨不停猛砸 还夹杂一颗颗大小冰雹 小的有如珍珠 大的有如石月硬币 又密又急地下因此非常失滑 警告人员出动了油压减费的好大一番功夫 才将车主救出 吊车前来吊话的时候 一旁民众简直不敢相信 冰雹怎么会尿成车祸 天理入法刚才下大雨 前才下冰雹 事件不佳 这个情景应该这边又是弯道 所以说造成事件的死角 小货车闪避不及惊吓过度 一股脑往电线赶撞上 将近半小时的冰雹突然骤降 车主躲也躲不了 简直吓坏了 这是魏绍瑜南投报道